发现这弟弟在外面 居然还有一大姐 那我算啥呀 弟弟说 你呀 你算我二姐 这胸肌脸的再大呀 也不如胸肌下的那颗 王小菲前女友张雨琪 明示遭劈腿呛 你算我二姐 小男友被爆 同时有四个姐姐 就很奇怪 我总有一些姐妹 她就让我教她们 如何一眼分辨渣男 歌姓呛来 王小菲前女友37岁张雨琪 在节目吐口秀和她的朋友们 明示遭小十岁男友劈腿 通常那些 就是接触起来 特别完美的 让你每天都心花怒放 像活在梦里一样的 一般都是 渣男 我跟你们说个 我朋友的事 朋友啊 千万不要对号入所 人家出过一弟弟 处的时候可甜蜜了 就有一天跟我说 发现这弟弟在外面 居然还有一大姐 你说这算什么人呢 恋爱时电话打不断 分手了你啥也不算 马背向劈腿人家 那是敢想敢干 这种人就得趁早让他滚蛋 没事 最后的时候我这朋友还问呢 你这么做 那我算啥呀 弟弟说 你啊 你算我二姐 不过我还是想劝这个弟弟一句话 不管是你大姐二姐吧 都是爱过护过你的人 善待别人呢 等于报恩自己 最胸肌恋的再大呀 也不如胸肌下的那颗良心大 网友秒gay 劈腿弟弟就是饰演风神七发走红的鱼室 还收出当时爆出的一堆绯闻 发现同时有四个姐姐 网友称赞 比小猪还会管理时间 将语气 情敌格小倩也跳出来痛骂 自己做着劈腿的恶心事 然后买热搜道德审判别人 千万不要对好入说